在一次的齊情之後 我的iPhone 11 Pro Max 照相變成了這樣 開始面對事實 剛剛還覺得還蠻好玩 我現在開始覺得不太好玩 因為我想到了 我辛苦建立的一些資料庫 可能會不摘 現在有點擔心了 來我們先來看正常的齁 微信已經登入沒有問題 因為微信我登入的是我 出租電話連通的號碼 所以呢它現在是用 簡訊的方式也可以 然後密碼的方式也可以登入 這沒有問題 那現在問題來了 Line就是個問題了 登入 然後 現在登入Line 然後呢 以電話號碼登入已經是不行了 Facebook剛剛有查過是不行 以電話號碼登入 電話號碼登入 據我所知道的是 我的iPhone已經沒有開機 但是它簡訊是因為 它應該是會轉發給我 所以我試著讓它發一次簡訊 可能就是我的電腦上面 是應該可以收到我的簡訊 但是因為手機是關機的 我也不曉得這樣行不行 NO 看來是沒有 因為手機是關機的吧 這個Line已經確定是Line 我已經沒辦法登入了 那現在再來看我的 DWMoney 能不能把我的資訊給要回來 資料管理 雲端備份還原 雲端還原資料庫 我看它寄到幾號 記帳寄到12號 可以喔 寄到12號 代表寄到昨天耶 很不錯 再來就是愛車99 我沒有在這個手機上面下載過 愛車999 然後來登入我的Telegram 但又要我的電話號碼 這這這這怎麼辦啊 我的電話號碼很煩啊 這個eSIM真的會整煩 然後我的那支電話 那如果是有開機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應該是還能登入的 但是沒有 我現在沒有辦法收啊 那沒辦法 只要要用到SIM卡的都沒辦法 那這下子我如何是好 我的拍錢包 Apple Pay的拍錢包也解除了 這怎麼辦呢 所以我的一些通訊軟體 如果我要 我的備用機上面登入的話 需要收這個簡訊 那我的手機現在在你們那邊 你們可以幫我開機嗎 對 你們只要開機就好 因為我的電腦應該收得到簡訊 但是因為手機沒開 所以我的電腦收不到 但是你們不用幫我看手機 因為我的電腦 我的Mac電腦上面 可以收到備份的訊息 好 謝謝你 2000年後 你好 嗯 你好 嗯 是 那是這麼說 因為我現在的話 然後透過電話的時事 沒有辦法說 就是為你的手機 上來活動操作 所以就是為了保存 跟手機的安全 建議您等到產品維修好之後 我們會給您 把電話或是記信一下嘛 然後您拿到產品之後 再說其他不通 也就是你現在沒辦法 幫我開手機就對了 對 是的 好 我知道了 謝謝 好 現在 現在我發現我還是得去拿一張SIM卡回來 我才能解決Telegram跟LINE的登入 那這個SIM卡現在我才發現有蠻麻煩的 就是我剛剛在把手機交給Apple Store做維修的時候 它有個選項就是你清除的時候有個叫清除所有設定保留什麼通訊方案 但是那時候我想說應該不用保留 所以把它都刪了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這個動作等於是把我的eSIM卡扔掉了的意思 那現在的選擇就是我必須 不管怎麼樣我都一定要去補一張SIM卡 那矛盾的就是如果我去補一張實體卡 那代表 不管是補實體卡還是eSIM卡 等到我的iPhone回來之後 除非我的iPhone以後只要用一張實體卡 反正總之 如果我都要用eSIM卡的話 現在我先辦成實體卡 等到我的手機回來之後再辦成eSIM卡 所以它會收我兩次的費用 如果一次是300塊的話 那麼光是這個一來一回的費用就要600塊 但是很麻煩 現在我能確定的是 我的手機 送修這支手機上面的eSIM卡是確定已經是不在的 所以像當你們下次送修的時候 可能這點就要注意一下 現在麻煩的是 我現在連我要打電話去台灣資訊的客服都很麻煩 因為我的SIM卡不在了 欸是這樣 我今天早上把我的手機送修iPhone 然後我用的是你們的eSIM卡 那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我在清除的時候已經把那個通訊的方案也清除掉 喂 What 等了四分鐘居然掛掉電話 對 對 那如果我又要再換回eSIM的話 又要花300塊 對對 是的 那如果我要拿這張卡的話 我要去哪邊辦可以馬上拿嗎 你說實體卡嗎 對 就是要可能要再麻煩你本人直接在雙增鍵到我們直營門市 嗯哼 好我知道了 對就是到直營門市去做換卡 那換卡是馬上可以拿嗎 實體卡的話可以 好我知道了謝謝你 好 好 那還有其他部分是要協助你的嗎 可以算便宜一點嗎 對 那比較抱歉 因為確實它這個eSIM跟實體卡 總共就是本身就需要費用 這樣很傷 這修個手機 光是這一筆就要多花600塊 比較抱歉 好了解了 謝謝你啊 所以就是 我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等手機回來之後 再次申請一次eSIM 因為我的eSIM已經清除掉了 所以就算是原手機回來 我也得再清一遍 我現在手機只有Mate 20可以用 所以我必須用實體卡 唉 真的很煩耶 本來打算我騎著GoShare去辦理 結果才發現我的GoShare在安卓上面登入 一樣要簡訊認證 今天真是 不是個好日子 我看了一下地圖 離我最近的台灣之星 在林森北路 於是我就走過去了 到那邊居然讓我遇上了他們的全台大檔機 所以我的SIM卡辦不了 店員呢 他也留了我的電話 他說等到系統OK了之後 他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又不假思索的 把我申請不到的那張SIM卡的電話號碼 哼哼 報給了他 我正想要打個電話 看看的時候 我發現 我給他的電話號碼 就是我申請不到的那張SIM卡 現在開始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 跳到中華電信 過了一夜啊 我終於把我的 台灣之星的卡呢 給補回來了 當300塊 那這張卡呢 它是 反正它有很多個規格啦 應該市面上現在所有能用的規格 它都有 然後 那如果iPhone修回來之後 我要再把它換成 eSIM 那又得300塊 所以光是這個 換SIM卡的費用 就要600塊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快的 把卡補回來 很多人會說 你就等手機回來之後再補卡就好 但是 這張卡不在身上 就是我慣用的這個電話號碼 不在身上 所以 導致現在很多的APP 都是綁你的電話號碼 所以就會變成 只要沒有這個號碼 你就沒辦法登入 這個裡面 牽扯的很廣喔 我統計了一下喔 就是停車系統 我們外面的共享車位的系統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載具 發票載具也是需要你的電話號碼 還有各項的支付錢包 像我慣用的拍錢包 也是需要我的電話號碼 Apple Music Apple Music倒不是因為卡 是因為它還需要一個蘋果裝置來幫你同步 還有之前我們說到的最嚴重就是 LINE還有Telegram 都是需要電話號碼才能同步 就是需要收這個簡訊才能同步 所以你們下次在維修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這幾個心理準備 還有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一些是記錄型的APP 像我會記錄我的油耗 保養 流水障 這些啊 你們都一定要確定它有開啟備份 當你在選擇用哪個APP去記錄的時候 就要先確定它有沒有雲端備份的功能 然後在你要清除掉你的手機之前 一定要確定這幾個東西有沒有備份 那像我都是慣用iCloud備份嘛 所以比較懶也比較方便 就是什麼筆記本啊 什麼電話簿 那就更不用講了 相片 影片 這些都會同步的好好的 這我倒是不擔心 那其他就是其他的APP幫你記錄的 這些可能會不見 還有很多你都要重新設定 像GoPro的配對 重新配對 然後跟燈光的記錄 也是燈光的控制的APP 也是要重新綁定 然後比較不穩定的就是 像我的微信要登入五六次 它一直把我登出 我的SIM卡就是大陸的電話號碼 SIM卡已經在裡面了 我的微信也是用這個號碼來做登入 但它一樣把我登出了四五遍 還有就是現在的Google Play 我只要搜尋某個軟體 然後再點進去 它還是跳出來 所以就是 其實我這一次再有這個機會 重新再用安卓 我會逐步的來記錄 到底是哪一些項目 讓我覺得安卓用的不順手 那我再一一記錄下來 然後再跟大家一一分享 所以這樣算下來 這次的送修的費用會有多少 我們粗估一下 光是換SIM卡要六百塊 然後鏡頭保護貼六百五 螢幕保護貼一千二 再加上如果不是保固期內的話 我們算一萬兩千五好了 那如果再加上你去買 像我這次買的這些手機價 完全沒有用的話 那大概就是一萬五千塊 加上手機價的費用五千 那就是兩萬塊了 所以把你的iPhone架在機器上面的代價 可能就會是兩萬塊 嗯少一點的話也要一萬五 所以跑不掉都要一萬五 那其實你不修也可以 它就是某一個照相的功能 會有點波浪狀 但是如果長期下來 可能壞了就不只鏡頭了 他們告訴我的損壞的 並不是只有鏡頭 而是主機板 這個主機板它的報價是一萬五千兩百 好像八十幾塊吧 但是因為是保固內 所以它沒有跟我收錢 所以你們要評估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iPhone了 現在我只知道我用的是iPhone 我接下來也會把我的Mate 20 掛在機車上來做實驗 看會不會好 我本來是打算再把iPhone 掛上去機車上做實驗 不過這個只要是過了保固 它就是一萬多塊的維修費 還要搞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原諒我 沒有辦法幫你們做這個實驗 所以以上 奉勸各位還是不要把iPhone 掛在你的摩托車上面好了 其他的安卓 我不知道會不會 不曉得 聽說是不會 但是我不曉得 下次如果我做這個實驗呢 我再跟大家講 那目前我的iPhone也只是送修 還沒有修回來 修回來會是月代的機器 它會換整心劑給我 完全都不知道 那會不會跟我收費用也不知道 那等到手機回來 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再跟各位分享 那以上就是我 針對這個 喜歡把iPhone放在機車上的車友們呢 一個好建議 還是別放了 我認為這跟哪個殼沒有關係啦 應該哪個殼 最後都會是這種結果 所以以上跟大家分享 掰掰